你這個要怎麼回簽 那個啊 你幫我開官網 官網 官網嗎 官網 對 這個 哈囉 有了有人慢慢來 嗨 嗨 大家好 哇 馬上就有五四個人了 嗨 好仙女喔 我們的主題譜就是仙女 其實應該很少人自己自稱為仙女吧 可是我覺得最近大家都很喜歡走仙女路線 很仙很仙 對很仙的路線 很仙很仙好像好像還好 對 現在可餘正在仙女下髮的穿搭 等一下覺得進來了 他說我穿就很像新娘 你說Peggy仙女好 仙女 欸我們剛剛查了一下仙女的英文是不是也叫Fairy啊 Fairy啊 也叫Fairy 那精靈也是叫Fairy 哈囉 佩華 可能就是同類型的 同類型 我要先說我不是仙女 我是仙女的跟班 你為什麼那麼高啊 我抽穿高跟鞋 你穿什麼 裕欣說我們又遲到了 現在幾分 嗨 詩婷 哈囉 Kate 黃 因為我們今天剛剛各自都出任務 欸我們今天去了外拍的通告 我要點腳太高了 我們各自都有任務 所以我們剛會公司 所以遲到 跟大家說個不好意思 而且 而且今天突然整個天氣又整個又 變冷 大 大變 大家還講什麼啊 仙女可以講妝話嗎 你不要小楊不在意 這個人跟我的名字好像 欸你知道我上次以為他是 我以為是我堂妹耶 我以為是我堂妹耶 是要跟大家講些什麼 好吧 好吧你要再褲子 但是不是有點看脸 不會啊 跟仙女說還好 還好 嗨 頭髮 大家有看這禮拜的新品了嗎 因為我今天有用那個 小捲 芽芽的小捲 我覺得小 我一直以為要捲那麼捲是 要用大一點 但是其實要用小的 嗯 而且是很流行的 S型瀏海 在這邊講話我不敢太大聲講話 因為旁邊就是美甸 美甸好像很安靜 欸你們要不要跟我站 我不要我不想要 可是你們的配色是一樣的 配色是一樣的 沒有關係 仙女的跟班 沒有啦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這樣好像年紀有點差 對 因為我們是不同的風格 我好像就是比較Lady一點 他比較休息 可語間比較休閒一點 但是應該都算是Fairy 你就是小Fairy 因為我是精靈 你是精靈啊 然後我是仙靈 為什麼 因為Molly是精靈啊 Molly是精靈王 精靈王 你要不要搞笑啊 好啦好啦 可以真的介紹 可以介紹 我覺得可以開始介紹你的照片 你有看到這裡 等下 你有看到這裡擺新品的版面嗎 有啊 你不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我覺得 最怕就是 就是日母的配色 而且整個幻季的感覺 沒有看到那個花朵啊 玉京香是Molly手繪的 好可愛喔 而且他就是這邊是真的玉京香 然後這邊是畫的 可是真的那邊也有一朵是畫的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大家如果沒有看畫 應該如果有看版面應該大家都會吃走 而且我覺得最可愛是他那個粉紅色的 綠色的字還是配粉紅色的字 就是他的配色 官網的字配色很可愛 這禮拜的新品真的都很熟 下的那個中文標都很 真的太鮮了 就直接下這一 這一款實在太鮮 這一款實在太鮮 好你先開始介紹你的 好啦 因為我剛剛其實 第一個出場不是穿這一套 但是後來想說 我們的主題是仙女 然後我就想說 哇這個實在是太鮮了 然後我覺得 覺得穿起來也很好看 這不知道是誰的款式 他的顏色是 就是葡萄的那種紫色 也不知道沒有到非常葡萄啦 有點野莓 對野莓紫 野莓紫嘛 Peggy身上這件是 浪漫微透雷絲上衣 而且我覺得他很好的是就是他 這邊以下是做有內裏的 就是我不用 不用太想裡面要怎麼搭 但是其實我現在是正常穿內衣啦 就是好像也 好像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對啊 除非你穿黑色才會比較明顯 或是穿白色 好 然後就是他下面是做有內裏 後面好像也有 對他是連接到後面 就是他最快本身裡面 他不是兩件事 他本身就是 拼接 對他是一件吧 然後他的內裏 我記得好像是 斷 比較斷面 還是這個 你不要脫衣服了 沒有 因為他裡面就是 他內裏是舒服的內裏 就是不會刺膚的內裏 大家知道我們的蕾絲 都是不會刺膚的 對啊 蕾絲 蕾絲 我看一下有沒有彈性 沒有 沒有彈性 沒關係 他的袖口 是做有彈性的 是像這樣 耳環也有喔 Peggy現在耳朵上的耳環 耳環也有 褲子也是 好 褲子就是大家都一直狂問的 花瓣 然後我們就說穿這件衣服 就會看起來像190 而且看起來腿超長的耶 17 對腿超長 那好像照不到全身 看起來像160好像還好耶 你不是擺成158嗎 對 看起來像160 是170吧 這樣有照到全身嗎 有有有有 很好看 這樣腳真的變很長耶 因為我現在裡面其實有搭 跟鞋 而且他是PS系列的 PS系列 對 褲子是PS系列的 跟PS系列又有點不一樣 是他的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喜歡 紮衣服進去 所以露出來的那個腰圍 他是做花瓣的設計 我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耶 而且這個夏天好像可以繼續穿 就上面穿背心 或是那種拼口的 然後下面配色好像很時髦 而且是流行的寬褲 而且是流行的寬褲 小鎮看起來蠻長的耶 想說今天等直播再來看要不要買 那你現在看完覺得可以買了嗎 佳穎 我覺得他可以真的還 而且褲子是哪一件 褲子是PS901 可愛設計感花瓣 丹寧寬褲 直接從這邊就直接做直筒下去 我在請人家試修飾的時候 很多人都有提到就是修飾這個 馬鞍肉 我有去查 就是臀部這邊這兩塊很修飾 而且我跟你說我臀部真的是算寬的 真的假的啦 我說真的啦 這這邊感覺很衛生的感覺 佩儀不要再亂講話 所以我覺得還蠻修飾 我要轉後面嗎 後面 很可愛 有人問你這個蕾絲哨音書的 搭牛仔褲還可以怎麼搭 搭喔 搭素色 裙子也可以 素色短裙吧 或是 我覺得官網 官網這樣搭也很可愛 其實 官網是這樣搭 大家看得懂嗎 他是會問上衣欸 喔 上衣啦 蕾絲上衣 喔蕾絲上衣 或是我覺得他可以搭那種吊帶裙 有人說可以近看蕾絲嗎 好啊 他也可以 我覺得他可以也蠻適合參加婚禮的 他是有花在裡面的那種 你要不要介紹你的耳環 也是很適合參加婚禮 好 我覺得這是這禮拜夾式裡面最漂亮 最精緻的 嗯 他是一整圈的 大家有看到嗎 他是一整圈都是一小朵一小朵的花 然後又有就是 這個應該叫做 這叫什麼嗎 就是有點像 水晶的那種 貝殼感 對 就是貝殼 他是有貝殼感的光澤 然後這邊又有一顆珍珠 就是這樣 我現在離可依好近 仙女 仙女一定要有的耳環 對 他雖然單價還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他很精緻 而且我覺得他很特別 很多細節 很漂亮欸 而且他不算非常的重 也沒有到很輕 所以他是 正 剛剛好的 剛剛好做亮 然後我想 因為他 而且他是用轉的 所以你可以調整你的緊度 雷絲是這禮拜的隱藏版嗎 我覺得算是 他有隱藏嗎 所以他不是在版面大廚嗎 真的嗎 雷絲嗎 沒有啊 雷絲我 看到他掛在那邊 我也覺得還好 但是我剛剛 穿的這件我覺得蠻好看 欸我好像有點 我會 我應該會買 你應該會買 你應該會買 我應該會買紫色 被你自己掃到了 對 沒有穿過這件 剛剛穿了一下 好 好還有什麼問題 不然介紹完 你可以換下一套 欸剛剛 我剛剛有人那個嗎 不是有人問說雷絲要怎麼搭 我剛剛有說可以搭那個吊帶裙 就是背心裙的那一種 對是背心裙的那一種 對 或是搭窄的短裙吧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當內搭好像也蠻可愛的 而且紫色 欸他是不是還有白色 他還有黃色 黃色 欸沒有他沒有白色欸 他就是出特殊色 他是卡色 我覺得卡色穿起來也很有氣質欸 然後他就搭背心 對 就是搭背心 這樣子 嗯 你看看到嗎 對啊蕾絲上衣穿起來很美 我覺得要穿起來好像才會遲到 而且是那種很溫柔感的那種 這個是 綠色其實也很美 綠色也蠻特別的 粉色很漂亮 他是有點葡萄的 美粉色 嗯 好那我就換下一套 好 換可魚 換可魚 可魚的外套也是野眉色 不是他穿這麼仙女 這樣我就想說我是有要截在他後面出來的意思 我在看我的耳環是哪一副 你幫我找一下吧 我跟剛剛Peggy穿的上衣是一樣的 美果色 然後褲子就是 這禮拜拜最好 最多人問的 也是PS系列的 PS系列 今天的禮物就我選了這一件 給大家講 真的嗎 今天直播禮物是這個 要怎麼得到的 只要一樣跟上禮拜一樣 留言就可以了 留言就可以 這麼好 他是很高腰 就是會蓋住肚臍 肚臍 而且他我覺得他是做那種寬口褲的 所以我覺得更 就是 腿又更細了 因為一般的牛仔褲腳是這樣的 是不是感覺腿就比較粗 對啊 那你如果褲口變寬 是不是顯得腿變細 有嗎 那畫面這樣看起來是有的嗎 很細 然後他是有點這樣A字型的 又修飾了 就不會這樣 你把你的屁股繃住 不會他就是這樣 所以他是蠻修飾的 然後這邊 有刺繡 是這個嗎 對 是Made in love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小楊就是以 愛為主題 出發去設計這些衣服的 褲子看起來很顯瘦 牛仔褲好看 但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牛仔褲的尺寸 稍微偏大一點 就是我在四川表格裡面有寫 有寫到 所以如果你比較瘦 可能要配 腰帶或平帶 可是我覺得細腰帶也很可愛 就是今天不是流行到 紅藍白條的那種腰帶的話 就是直接細也可以 很可愛 然後那樣子的話 又會跟這個 刺繡有搭到 對啊 然後我穿也是深藍色S號 他還有淺藍色的 然後再來介紹 上衣就是Peggy的寶寶 然後四個顏色裡面有三個 都有人穿過了 白色粉紅色跟藍色 然後這件都是黑色 然後黑色 他每個顏色配的 是不是有點太亮 他每個顏色配的字都不一樣 這款是黑配這個藍綠 這件應該是我們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薄荷感 對 有一點薄荷感 畫面有點糊 現在還有嗎 夏天穿這件外套會熱嗎 夏天可能會 但是現在還沒有到 然後現在的天氣不是就是 中午會有點熱 然後 晚上又會涼嗎 我覺得就可以 就是你熱的時候 你就脫掉 裡面是薄的 或長袖 然後外面就有一個外套 而且外套是做寬袖的耶 超可愛的 因為像我裡面這件 上衣也是寬袖 所以像這種寬袖 如果你有很多寬袖的衣服 那你不知道 你覺得穿外套很不方便 你不知道怎麼配外套 那訣竅就是 你的外套也要是寬袖的 就像這樣 你要不要給大家看一下 側面的厚度 因為好像蠻多人問他的厚度 外套 然後他帽子 這個眉粉 這個眉粉配牛仔好像也是蠻好看的 這就是比較休閒啦 應該是沒有鮮 應該是沒有鮮 有欸他說穿 聽說穿上去感覺要散發仙氣 真的嗎 然後這個 字就是 Give me a cup of ice cream I will give you my smile 就是 Peggy想的 他說因為他覺得 好像是蜜月的時候想的 他說的 我是不是都不小心講的 對你不小心講的 就是Peggy說因為他覺得女生有時候很容易 就很簡單就可以開心 可能吃一個冰淇淋 隨便換蛋糕還是都 但是這件我想要特別推薦藍色的 對我想你 因為我看你穿藍色 其實我覺得蠻好看的 因為我假日 如果大家有追蹤我的IG的話 可以看到我有PO 就是我假日是穿這一件的霧藍色 然後他的配的字是焦糖色 我覺得超可愛 而且那個霧藍啊 很顯 很顯白啊 喔 你有沒見 我覺得蠻顯氣質的 因為那個藍色不是太常出現的 綠色的字很特別 我覺得這一件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喜歡 而且它的材質很舒服 這件是大家都很喜歡 PG寶寶 然後我想介紹一下 耳環 我的耳環 也是這裡辦 但是我有點不知道是幾號 是 Number 81 我這樣配是對的嗎 它一邊是愛心水鑽這樣子 然後它還有 然後一邊是 綠色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還有另外一個是 配綠色蝴蝶結 綠色的 是這個 很可愛 這個 這樣 對啊 喜歡霧藍色 欸大家都有買藍色欸 有看到IG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而且我那樣搭好像蠻歐膩的 自己說 自己說 藍色字母T 對啊 你有覺得我搭的很歐膩嗎 你搭下面搭什麼 我不想跟PG講話 聽我這時候整個很仔細 因為其實 因為我們 有參與那個 製作修改的過程 所以其實知道 比較多 衣服的細節 對啊 因為我們做一鍋的時候 而且會有很多 心理的OS 因為其實 你做款的時候 應該也是這樣吧 會有畫面 就是會穿著這件衣服 在哪裡 或是怎麼樣的場合 先搶一下一下 對對對 所以直播的時候就可以說 哪一件比較厚喔 不一樣的材質欸 它的那種是 有人知道我叫什麼嗎 春分氣息 雙口袋 蓬蓬穿外套 針織是那種 摸起來毛毛的那一種 是我這個嗎 不是 然後 這個是 它這個有點像是 羅文 這是羅文嗎 就是有點綿紫 我覺得那個穿起來會比較 熱 但是厚度是差不多 欸 左邊也還很細緻 這兩個是一副喔 就是 那好黑喔 看不到 對啊 好 好 這樣子 跟這樣子 兩個不一樣是一副 很可愛 欸我之前好像買過 也不是我們家的 就是那種超大的 那種韓國不是有那種超大的 兩邊的耳環 然後我到現在都沒有 不敢戴 但是我覺得這種好像就可以戴 一邊直播一邊逛賣場 我要去換下 我要去 我朋友說歐彈 我要去換下 原來是你朋友 歐彈是誰 沒有 他剛才不是說很歐你 他剛才有說歐彈了 好 換了另外一套 乾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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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乾寶寶 新乾寶貝的寶寶 乾寶寶的新乾寶貝 就是我覺得他好像變更長 好像針織型 因為針織我們拍照一樣都會掉起來 就是如果大家有買針織外套 或是針織類的 建議大家用摺的 就是用摺的放衣櫃 比較不容易變形 除非你想要很長的 除非你想要很長 除非你想要很長 除非你想要很長的 沒有辦法 對我可能會 會到地板 應該實際 但是我覺得 他這件很短一點吧 但是我覺得他這件很短一點吧 像有點 因為我們掛了大概 一兩個 兩個月了吧 就是很長 裕欣說 甚至外套超少 我也覺得 我覺得很 因為他是出真的 然後又做寬袖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慵懶的感覺 會刺嗎 你覺得 很舒服 他不會刺的 我覺得我們 只要有選的針織 基本上都會 都是舒服的 一定會試穿 然後覺得 真的覺得不會刺 才會出 對 對 我是這樣覺得 心甘寶貝 每次都不是說 這個舒服 這個很舒服 其實我覺得我們材質 都很舒服 我就像你那件 那個 那個 因為他是MIT 那件真的很舒服 很推 MIT的系列 都 材質都是 我們有選過的 好 牛仔褲是剛剛 一件 對 這樣才也很好看 再給大家看 他針織外套 就是他是 他是做 有扣子 然後是 銅色的 灰色的 然後是寬袖的設計 好可愛喔 長版的 裡面那一件是哪一件啊 裡面等一下脫下來給大家看 好啊 好 那他 針織沒有口袋 沒有口袋 你看 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 我覺得他這樣 這樣子搭牛仔褲 看起來 就是也 整個就是很長 衣服 156 褲子156會脫地嗎 會 會 會脫地 我現在已經 他有穿跟 你有穿跟嗎 我現在沒有穿跟鞋 平底 妳看得到 158是剛好切齊地面 我現在是穿 算是平 欸 有一點點跟 低跟鞋 但是好像有 已經落地了 但是我穿其實 其實好像可以在 在 就是 我還有一點空間 一點點 可以再往上拉一點 呃 腰還有一點點空間 所以應該 可以再上去一點點 好春天喔 我覺得 可以再修一點點 已經可以開始 慢慢穿 春天的 衣服感覺是一定要 因為 沒有看過有花瓣的 腰圍 而且最近其實忽冷忽熱 我覺得 就是配 裡面穿寶的衣服 就絕對 好 那我脫下來看一下 上衣服 等一下喔 Peggy158喔 158 放後面 好放後面 我剛剛是轉身 哇原來妳背後 哇 嚇我一大跳欸 這其實 就是 算是基本款 但是現在後面 算是基本款 我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 我今天是穿正常的件 不會漏到 哇 性感的背 仙女的背 很性感欸 我會 很像虎貝 小腰 你今天裡面的內衣是穿一般的 就是我 後面是我的翅膀 哈哈哈哈 哈哈 沒錯 背後有小心機 而且白色配牛仔褲 就是 絕配 就是絕配 就是絕配 白色就很春夏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挖的洞 挖得很剛好欸 就是 最瘦的地方 很修飾 對很修飾 然後它又有一個交叉 我就覺得很修飾 而且 我的肩膀算是 平肩 我的肩膀寬上是2歐 我有36 蛤 這麼寬喔 因為我以前練網球 但是我覺得它很修飾 對 小魚在笑 很修飾 很修飾 你的背 就是如果你肩膀寬跟我差不多的話 你穿這件 我覺得會肩寬嗎 我覺得還好欸 Peggy推薦肩寬 肩寬的人 肩寬的人 可以參考我嗎 如果可魚再不出來 我們可能就知道要講 他應該幫我白 他在買肩寬 但是我真的就36 白色會透嗎 我覺得 好像會 一點點 可是銀劍穿裡面是 淺色的 不要講喔 好啦 看得到就看得到 算是 呃 不要酸太深的 好像都還好 我覺得好像還好 我是穿有顏色的 對 這種的要穿無肩帶嗎 Peggy今天穿有肩帶 好像不會露出來 我是沒有 我剛剛是有長線 因為 我看一下後面 好像不行欸 要穿 小楊來了 要穿我們的 bra tee 因為它後面 如果穿正常的肩帶的話 會露肩帶 然後 但是 會露兩條線的肩帶 你也可以穿 平的內衣 或是bra tee 對 沒錯 會露肩帶 然後它的材質是 有點 這種 每次這種材質都不知道怎麼講 綿的 這是什麼綿啊 竹節綿嗎 對 好像有點偏竹節綿 就是我覺得 現在穿 就是這個 薄厚度 現在穿很剛好 然後穿個外衩 薄薄的 然後又有一點 不一樣的 竹節的 紋路的 的 材質 小楊去哪裡了 這是 神秘嘉賓 晚點才會出現 神秘嘉賓 對 神秘嘉賓 我穿 我的褲子穿S號 仙女的背立馬想到先背 哇 超好笑 48公斤要穿什麼尺寸 欸我現在 我跟你講我真的 我現在有48 沒有48 Peggy48穿什麼 什麼size S號 穿S號 這是S 因為它是 它是直筒的 所以算是 可以吧 但是我這件褲 胖無瘦 就好像 可以啦 好了我們下一位 應該是無言老言 嗨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尺寸的那個 事情好了 因為你說 它有說它幾公分嗎 誰 你說大甲嗎 48公斤的 因為其實 你說身高體重其實也不一定準 因為有的人腰很細 有的人要比較粗 對 有的人 就是特別粗 有的人 有些人是直筒 所以說 如果說只看身高體重其實 不一定準 因為每個人身材的特徵都不太一樣 對啊 因為我在做那個PS的試穿的時候 我其實 我覺得每個人的身體的那個形狀都真的不太一樣 就算它很瘦還是 所以我覺得 網購 最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身體尺寸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兩 就是把自己的腰圍 臀圍 都記錄下來 對 那如果你穿到哪一件 我們家的衣服 你覺得 雖然你身很好看 你就去找它的 就是我們官網畫面都有尺寸表 就把它截圖記起來 那你以後 看到下一件想買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一下 欸這個腰圍 臀圍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話你就可以買 這樣也就會減少 退貨的機率 對 這樣會不會突然太嚴肅 對 對有原色還有扁身 對而且每個人就是 有像小姨 腿很細 可是她屁股很翹 所以 就是穿 就是尺寸上面 哇妳講得好低調喔 我們的身形都覺得 對 我這邊有每個人身形的那個 那個尺寸 好 這個 回歸正題 回歸正題 我現在是要穿的這一件 是這禮拜的隱藏版 這個外套 我們不是之前都找不到 對啊 終於找到了 其實這件很好看欸 我好像沒有穿過白色的 牛仔的東西 我覺得很好看欸 我覺得很好看欸 然後裡面這個洋裝啊 其實它原本我覺得不穿外套 是有一點Lady的感覺 就是你看 因為它這邊有做 抓皺的 對這邊有做抓皺的 有點像公主秀的這種感覺 就是如果我現在 突然 如果我現在不戴帽子 然後就只穿這個 然後配這個耳環 然後我覺得是 哇好 是氣質的感覺對不對 是 Cinderella 是氣質的感覺嗎 是氣質的啊 而且你戴的那個小小的耳環 我就覺得很氣質 對這個花的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很有氣質欸 大家可能知道 這是幾號啊 我來幫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屬於有一點 複雜 你看它這邊有1 2 3 這樣會不會有 我覺得我們這禮拜的耳環都很 鮮嗎 會不會有密集恐懼症啊 而且非常的有質感 1 2 3 4 5 6 7 8 有10多以上啊 是83號 83號 只能告訴大家這個花有10多以上 這款很好看的氣質 耳環超級華麗 它的細節大概是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很 所以如果這個這種 的仰裝長的 小心喔 配這個耳環的話 我覺得這樣就是氣質 可是你買了一件衣服 你就要有很多種 穿搭的感覺 就是吃喜酒的時候可以這樣穿 但是你如果 休口說像要跟男友的父母一起吃飯 沒錯 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就好 然後可是你如果 呃 平常也想要休閒的時候穿 就是 那我可以用一些配件 這時候就戴上你的棒球帽 跟披上你的牛仔外套 這樣很多遍欸 你剛剛蟲很像 剛 剛跟 因為你 你穿上牛仔外套 就把剛剛那個 肩膀的皺褶遮住了 抓皺遮住了 所以就看不出來 是那麼有公主風 這樣就變瘦仙峰啊 白配藍也很可愛 欸我手機看 你是不是要需要行動蟲啊 你要不要去借一下 欸我跟你說 小楊來了 小楊快要來囉 這個 然後 白色牛仔外套啊 它是做有點寬鬆版的 應該擺就是長版 大概到我大腿的一半吧 我是第一次穿白色牛仔的東西 我覺得蠻好看的欸 白色的 欸 對啊 可是它是有 很長版的 對它是有口袋的喔 然後它隨便裡面 搭一個寬鬆男友 騎衣或帽踢 這我好像等一下也可以搭 這個白色很好搭欸 感覺春夏的牛仔的外套 裡面穿那種寬鬆的T恤 或者像我一樣穿洋裝 或者是穿帽踢 牛仔褲 短褲 短褲 什麼都可以搭 瞬間能去郊外散步 對 喔就是跟男朋友的幫媽見完面之後 皮上外套 你們兩個就可以去 立馬 變不一樣的 什麼 就是去那個華山草原 跟狗狗一起跑啊 欸 啊你耳環有介紹 有 有點鈍鈍的 真的嗎 男友父母應該會嚇到 你說 小狗 你是說突然變 牛仔外套是這禮拜的新品喔 嗯 很少見的白色牛仔外套 沒錯 大家找一下 牛仔外套 感覺就是超好搭的 因為 你真的如果 而且牛仔褲我們幾乎都有藍色 下半身牛仔褲 但是有時候外套不知道要搭什麼 如果搭藍色系的牛仔外套 好像也覺得太多 所以這一件 隨性休閒牛仔外套 白色它只有白色 它是這禮拜的喔 然後它下白是有抽搐的 看得到嗎 它其實是不是也是做有點寬版 對它就是整個是寬鬆休閒男友風的 已經沒了速度復原了 好 外套很好看 好喔 這件外套算隱藏版吧 而且它跟白色的棒球帽很大 很可愛耶 我覺得你可以買了 你說這個 我也在想買 而且白色真的蠻適合專殺的 有170以上推薦的款式嗎 我覺得這外套170以上也可以穿 我覺得剛剛那個針織阿 針織剛剛Peggy穿的 嗯 乾寶寶 因為它可以 穿得到很長 沒有 因為我們吊場了 在中央一樣高耶 乾寶寶 Ruby穿我被拖到地上 不要亂Cue我 亂Cue你 好啦 好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 那小羊 你超可愛 那我要一直站在這裡 小羊你要出來嗎 小羊 小羊來吧 小羊你今天搭配的蠻可愛的耶 小心喔 小心小心小心 我也覺得小羊今天很適合這個搭配 啊你要小心欸 好 哈囉 好棒 是小羊 小羊 天 真的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傻眼 這是Peggy的idea 不是我 沒有 不是 是秀導的idea 沒有我跟你講小羊平常也是會這樣穿的 對 因為我覺得這套真的搭得很好看 這套是小姨剛剛搭的 然後上衣是 也是 昨天的新品 然後背心的話是其實還蠻多人問的 是明天的 但是它其實它是 什麼 明天的 背心是明天的 但是它是有幾條件事 大家應該有 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午餐型 然後褲子的話 它是上次的新品 上禮拜的新品 有人說傻眼貓咪 都是測開岔 不知道小羊等一下會不會真的出現了 好啦 對 我覺得又 他們說這套就是搭得很可愛 我也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 還是要讓大家看一下背面 好 小羊心轉身 我笑出來 這個背面 背面 你可以轉嗎 嗯 它的背面 背面超可愛的 你說這個是明天的嗎 對 這是明天的 它是這樣兩件的嗎 不是 它是背心 然後另外一件 還有罩衫 但是它其實都是可以分開搭配的 然後這個綁帶 你可以直接像這樣綁 或是綁蝴蝶結 蝴蝶結也很可愛 好啦 這個 就是這樣 而且大家笑到一個不行欸 很慘 我卡到小羊出來很重 蝴蝶結也很可愛 沒有啦 重點是 綁蝴蝶結超可愛的欸 重點是這個 這個 條紋的上衣 它是做公主秀 抓皺的 它是這邊是做 它是一點點小型 就是 對阿 有一點小設計的公主秀 還是我往後一點啊 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對 沒有啊 這個 這邊 肩膀的這邊 媽董穿什麼都很好看 好 肩膀這邊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我來介紹我的 因為我們剛剛大家都覺得這款 這個小魚搭得太美了吧 大家走過去就會說 這搭得太美了吧 對阿 這搭得太可愛了 那我轉背面 好 那我介紹我的 這個 也是條紋的 但是它 比較薄一點 薄一點 薄一點 比較薄一點 就是如果夏天你想要防曬的話 好像對啊 就可以穿自己 稍微防曬 防曬 但是它就是比較薄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背心的話 有別的顏色 嗯 然後明天就知道囉 背心 對 它是一個套裝 對 對 它是其中一件的背心而已 嗯 明天上官網看 好 然後 呃 好繼續介紹上一 就是它的條紋 它是 做不修編的 不修編的設計 在這邊 然後領直 領直好像也是 呃 對 領直是有一點更不修編的 嗯 就是 不修編的 然後比較薄一點 就是有一點休閒 但是如果你底下配這種裙子的話 又很可愛的感覺 嗯 裙子我覺得還蠻修身的 因為它算是 高腰裙 然後 然後它還有側開衩 穿起來好像 很可愛耶 有點有屁股 好像 很多韓國女生都喜歡這樣搭 就是底下都會搭一個 比較亮色的 然後 它是 兩邊都有太差 就是這邊也有 然後這邊也有 就現在還蠻流行 兩邊都開衩的設計 對啊 然後它是 綿質的彈 呃 叫什麼羅馬布的 材質 就是有彈 有彈性的 它的彈性很好 所以它 比較修飾 是很 就是很舒服的那一種 嗯 上衣會透嗎 上衣喔 我覺得 我覺得 好像 不太會耶 可是 穿深色的難免還是會透吧 就是你可能還是要穿淺色的內衣 嗯 好 而且它領子做的會稍微比較寬一點 所以如果你穿正常的肩帶的話 可能要稍微移到旁邊 像我現在 就是要移到旁邊一點點 因為它領子做的比較寬一點 那裙子夏天可以穿嗎 裙子 我覺得好像可以耶 可以啊 因為它其實沒有到 它還有一個是 綠色的 我覺得綠色也蠻可愛 綠色好像可以搭 杏色的 杏色的 對 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個百搭的黑色 黑色就是你 春夏球都可以穿 然後 就是很顯瘦的感覺 背面的話是長這樣 它是後面是鬆緊帶的 那種感覺 它是 腰圍是鬆緊帶的 它是鬆緊帶的 不會到非常的 勒 勒住的感覺 對它彈性很好 然後 你要穿多高腰就多高腰 就是很 可以拉長的比例這樣 可以158 我覺得可以搭球鞋這樣很好看 很休閒 裙子150穿會太長嗎 150喔 Ruby你覺得累了嗎 好像 我覺得好像 剛好到 對 它可能會剛好到那個 或者是 對 如果我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再反折一折 你就把它反折拿 把衣服它多一點出來 這樣把它折住 我有時候如果 裙子太長的話 我現在就反折了 或者是褲子太長 我就會反折一折 那可以再反一折嗎 不會 不會 不然啦 好像不行 就是反折一折 反兩折 就是藏在裡面 這是小織女的 你知道 秘訣 這樣露出來 這樣長度好像也蠻好看 對啊 就是其實反折一折也可以 嗯 像我上次是很白啊 我看一下 耳環 耳環是之後的 這耳環很可愛 蠻之後的 可能知道要大家等一下 它是粉紫色的竹竹 看不到 好可愛喔 粉紫色的 很適合你耶 我也喜歡那個紫色 薰姿感覺很舒服 它是有點 這叫什麼 魔毛 也不是魔毛 就是霧霧的那種 羅馬的 對 就是很有彈性的那種 很彈性的 真的很 是真的舒服的 雖然我們可能形容不太出來 但是舒服的 上衣 有一點透 但是因為它是條紋的 所以其實看不太出來 就是如果穿淺色內衣是還好 後面的牛仔褲是上禮拜的 就是側邊有開叉的 它這邊有做開叉的 對 有開叉的 對 然後你們可以這樣搭 這樣 欸帽子是 之前午餐限定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沒了 好 那就沒了 這樣很可愛 你要搭那個 好可愛喔 耳環是假式還是真式的 這是之後的 真式的 這是之後的 對 裙子 裙子穿到多大 我現在是 裙子是穿S號 就是如果你平常穿M號的話 S號應該也是可以 因為我覺得它的腰 算是 算是 我現在穿是不會到非常的緊 就是 算蠻舒適的 好 你還可以嗎 不行了 哈哈哈 上衣有連結 等一下請客服貼 希望多出 夾式耳環 有喔 我們 好像幾乎都出 夾式耳環吧 這兩個是第一次嗎 我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那是勾到 勾到的東西了 牛仔褲 不確定了 看一下喔 裙子 高腰短褲 高腰短褲 等一下就來了 我剛剛已經快過來 我又再穿 欸你搭這個很可愛 不要啊 這太直了吧 不會啊 這很可愛 我覺得很多這很漂亮的夾式 都想要做成真實 對啊 我反而想要做真實 太歪了吧 洋裝算厚嗎 洋裝 它是有點坑條的 不是不是不是貼的那種 算有一點點厚度 但不會熱的 誰出現了 突然出現 嗨 你們介紹到哪 就是他介紹完他的 這我們兩個好像可以一起玩 對啊 因為剛剛好像很多人想要看 剛剛有人說想要看這個兩件980的這個 這個980 它是不是有在做特價 對 到明天早上 到明天早上 對 到明天早上 到明天早上 你先喝 我先喝 真的小羊 真的小羊 休口 我的分身 這個是我瘦身後 哈哈 這是我希望可以瘦到這邊 但是因為 周末的時候 周末通常很難減肥 周末我吃很多 我還喝了 一天喝了兩三 兩三 兩三杯冰的 冰的 一三杯冰的 對 我們剛剛又喝了一個 就是我最近有點 你知道有點三分鐘熱度 射手座 射手座 射手座是不是都三分鐘熱度 哈哈 等一下射手座說不要牽脫 哈哈 沒有 射手座一定是三分鐘熱度 針織的細節 應該是泡泡秀吧 泡泡秀 然後它的 是我覺得現在這個天氣穿是 剛剛好的 剛剛好的 就是你搭牛仔褲 或者說你搭紗裙短褲都可以 就是 如果像可瑜 身上穿的短褲 我覺得配的這個 針織上也OK 對 好可愛喔 而且我覺得它綠的好可愛喔 我現在用小羊介紹了 對 是蘋果綠的 很可愛 然後我身上穿的是 應該算是姓色 我又開回了 沒有 我在用明天的那個 午餐限定的東西 欸有說了嗎 還是我剛剛在廁所上 因為你剛剛說了 大家好像都知道了 哈哈哈哈 對 嗯 就是 泡泡秀就是 從去年的秋冬流行到現在 對一直流行到現在 然後我覺得夏天是 因為夏天不會做長袖的泡泡秀 所以現在這個 三月的我覺得是差不多 長袖差不多 對啊 這種天氣我覺得很適合穿 那之後就不會再出了 最近 那也不知道明年會不會流行 這個 泡泡秀的 我覺得是可能會 可是是可能材質上的變化 所以我就想說 嗯 現在這個有現實的話 你們是可以購買的 可以先買的 然後如果說 因為我現在是砸進去 泡泡秀很可愛 很可愛 然後如果放出來的話 它其實長度蠻長的 喔它這次是做沒有那個的 它是 泡泡的 它其實有點帶地骨了 所以你如果是很辣的 可以 可以可以 其實有些人不喜歡紮進去的話 這樣直接搭紗裙 好像也可以 然後你就搭球鞋 或者你要再辣一點就搭那個 搭那個 你想再辣妹學 辣妹學 很寒耶 對啊 可以看乾燥粉 你知道這個的乾燥粉嗎 也可以等一下拿來給你們看 然後 嗯 嗯 紗裙這樣好美喔 最可愛我覺得就是這個袖子 然後我是 我是想穿那個紗裙 所以我配了一個姓色的 我想說這樣是比較同色系的穿 有人問紗裙會補貨嗎 應該會補貨 會補貨 我應該太熱門了 對啊 一天 姓色不錯 我嚇到了 就是沒想到我們的客人這麼喜歡仙女系的 我想站後面 可是後面好像 我還我後面 還是我 還是我 還是要把你的分身搬走啊 不要 因為他好像 他把他搬走 因為他太瘦了 他把他搬走 你可以站在那裡 就是 這種紗裙 比較 就是他其實 他的 因為他的內層跟外層是有落差的 所以他 就是會有一點透 透膚的那種 然後他是有點抽皺 所以你覺得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落影落線的感覺 我覺得他這個布料抽皺的很美 而且很顯瘦欸 因為那時候我在挑的時候 就想說不要太是 通通的感覺 我想是順下來的 然後穿起來是顯瘦的 是顯瘦的紗裙 那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這樣看是不是有點落 就是有點那個 比較暗嗎 對比較 它本人比較 嗯 是有一點 粉性嗎 匂粉 有橘嗎 好像沒有 我覺得有點 奶茶色,有點奶茶色的感覺 氣質的 奶茶色,給你們看一下 而且它真的是不是胖子 它是這樣子,奶茶色的 這樣看得出來嗎? 好像有一點 對,好像可以 然後因為那裡是選差不多顏色 所以你就會有點透氣感 剛剛有人說它不敢嘗試 可是我覺得這件是可以嘗試的 因為它不會太誇張 它不是硬的那種沙 會胖 它是軟的沙 非常甜美 然後這個是我覺得可以接受 就是你如果是甜美的也可以 然後你如果是要走比較大人一點的也OK 或是我覺得上面也可以搭比較帽梯 帽梯可以啊 很可愛 大學梯 然後再搭這個 再搭球鞋好像也很可愛 真的 這件真的是很像 因為我覺得它是擺動的時候 很美 下白的那個兩層雙層的感覺 其實有跑出來 感覺媽怎麼在拍照的時候應該 然後 因為我的那個內裡長度是剛好過膝感 我穿起來 可是我坐鞋在這邊 我穿其實穿蠻高的 蠻高的 蠻高的 我喜歡穿高腰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剛剛好 就是我的沙是做到小腿 露小腿中間 所以其實看起來是瘦的 最嫌瘦的 如果你小腿有點狀 或者說有點露的話 你不用擔心 剛好遮住了 因為它那個沙又遮住了 對 沙是落影弱線 所以其實也遮不了多少 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覺得是還OK還不錯的 想要是穿S號 我穿S號 可是我覺得送鞋帶要穿M號應該也可以吧 因為它是送鞋帶的 嗯 你說沒有買到S號的人 就買M號 M號的人可以買S號 我覺得還好啊 很可愛 所以我們兩個 我跟可宇穿的是同一個 同一個上衣 這個褲子也是很多人買 那個勳子也是很多人買的 對 這個是今天的直播的禮物 這個嗎 有宰版褲是今天直播的禮物 就選了第一名給大家 而且你剛剛有 有了重點 那個 牛仔褲的刺繡 刺繡有 有剛剛有跟大家說 嗯 紗裙好看人穿 嗯 我覺得這款不會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穿 但是有些紗裙真的還蠻看人穿 我覺得太春的那種比較挑人穿 對 或是很多層次 就是你如果覺得說 紗裙太甜美的話 你就選黑色 嗯 我今天想買黑色的 因為黑色你要穿個性蠻好看 想買黑色的 或者有一個偏這個綠的 這個灰綠色的 這個66是不是穿M長度才夠 可能喔 嗯 我推什麼色 我最喜歡的是杏色啊 可是賣完了 紗裙 所以我就最推奶茶色 紗裙 湖水綠的紗裙就可以搭白色的上衣 就很好搭 嗯 白色我覺得是 白色或性色也可以 都是白搭的 不管任何的下半身 你配牛仔也可以 嗯 這件紗裙好像真的 很百搭耶 因為 就是很少會有顯瘦的紗裙 顯瘦的紗裙 然後你如果是搭球鞋 那我覺得如果不搭球鞋的話 你穿跟鞋也可以 就跟鞋也蠻好看的 然後你如果 不要 不要那個 穿 不要戴帽子 因為戴帽子有點修型 不要戴帽子好像也可以 女生一點的嗎 就是仙女啊 仙女 或是搭 跟鞋吧 就跟鞋可能才會比較仙女 有 我剛剛講起來我們今天主題了 是甚麼 今天主題是甚麼 仙女 那你這套也可能 你好像這個你休閒了 你不是 他是Fairy小精靈 我是精靈 對 仙女 這也是仙女 這樣好像變鋼琴老師了 你很容易變 很容易就變鋼琴老師了 彈你手吧 彈你手 我覺得你這個書法老師很可以 我現在真的像鋼琴老師了 還是你現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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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彈 八雷舞的 因為小時候我學了一陣子 你學了很久嗎 我覺得我學蠻久 他為什麼插我的隊啊 而且我朋友都很久在那裡 都被人介紹完了嗎 沒有啊 你沒有逃避嗎 沒有欸 而且是我自己所想學 你願意 真的假的 那你學到幾歲 我學到 我連高中也是 十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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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做 現在不喜歡做 上兩首來 我不要 你不是rapper嗎 rapper組 pg2 pg1 pg2 pg2 pg2好笑 怎麼很跳痛欸 真的很跳痛嗎 但他酸醬 然後突然開始rap 我穿我的 我穿我的 好好笑 以鋼琳老師來做一段 開場 好啦 那 這件 這件 這件顏色 這是這裡拜的嗎 裙子 是吧 是小禮搭的 這是我搭 但是我也是這裡拜的 也都是隱藏版的 而且他是方扣的欸 超可愛的 而且他的扣子的顏色 跟裙子是可愛的 真的欸 他扣子其實很可愛 不是很可愛 你沒有發現扣子 我沒有發現 因為我剛剛就直接上去 你這樣拿 你拿這顆大家看不到 你可能要拿這顆 我拿不來 是方形的 欸他是有點珠光的欸 貝殼 貝殼 你要往再撞 那我幫你從這邊好了 好不好這邊 你這邊應該不會曝光 超可愛的 你看 大家有看 小心小心 是珠光的顏色 哈哈 應該不可以笑的 好好笑 欸很漂亮 小心小心 這扣子還有嗎 我想要留一顆 這個人太敬業了 其實他有點復古 那時候我自己想說 我是要 我挑了就是流行的紫色 就是可愛的紫 然後想要做 有一些女生的感覺 然後我選的扣子 是選比較方形的 嗯 特別的扣子 復古感覺的 而且這個扣子其實是不能開的 他的開關在側面 側面 他有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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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內皮還蠻長的 就是你能感覺到就是 很有安全感 就是你不怕這邊開擦會 互光 他裡面有內 然後 分量好像蠻多的 是 他是三百 沒錯 這件有口袋 然後 上衣應該小陽之前就有穿過 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 一秒變辣妹的款式 對 就是如果你在辦公室的話 你穿這樣好像也 就是這樣子搭是 是還蠻 可以的 可以 對啊 是蠻可以的 然後你下班就可以脫掉外套 要幹嘛 脫掉外套 直接去玩 江湯好像有穿性色我也覺得很爛 江湯穿性色也很好看的 性色他配那個snooby的那個 對啊 就這樣 我覺得灰色配粉色很漂亮 很可愛 灰配粉 就小陽說的 永遠都不會出錯 下班有人說下班可以去夜店 那就要脫一下 那可能裙子也要換一下 換這個短褲吧 換這種短褲 換可餘的短褲 對 對啊 這個好像都還蠻好的 這個我有 我昨天有穿紅色的 然後我一穿這樣 這個這件 這件嗎 我穿紅色就想說要走一個比較辣 啊我更辣一點 然後用細肩帶就變辣 對好像會 就是好像 因為想要讓大家知道那件其實是裡面是細肩 然後這肩帶做的 是一套的 對他這肩帶寬度是很漂亮 就是很細的感覺 然後連我穿起來都覺得 就是 變浪妹 也是變浪妹 可是我覺得好像也可以穿得很休閒 如果穿長的牛仔褲好像 喔牛仔褲也很好搭的 可以球鞋再配那個棒球帽 就也很寒欸 對啊 很寒 寒妞好像也會這樣穿 只是我現在穿的比較端裝 你很端裝 端裝端裝 怎麼那麼端裝 它很容易就變端裝 對啊 耳環是之後的 之後的 耳環很漂亮 很漂亮 耳環 這是真飾的 因為很多人說真飾耳環有沒有就是 就是一些流行的款式也可以選擇 我剛剛帶的都是真飾的 只要我帶的都是真飾的 真飾之後都會出一批非常漂亮 可能要再等一下 好媳婦 又是好媳婦了 對啊 婆婆 應該不是 好 好了 好了 好 有一點熱 熱 對啊 我已經流汗了 因為它今天拍太多了 剛剛還沒有想 我身上這件是跟小楊同一件 就是做限時特價到明天早上10點的 然後我穿的是 應該是湖水綠吧 這禮拜好像有蠻多湖水綠 綠 湖水綠的商品 就這件還有那個沙裙 對 然後這個直播的 抽獎的禮物就是這個 這禮拜的牛仔褲 剛剛已經看過了 再可以 Made in love的牛仔褲 是我們的禮物 好像可以接觸了 對 因為我們都穿完了 最後跟大家說 剛剛有人問這件甘寶寶 對 甘特別 姓甘寶貝 Peggy剛剛穿的是混藍粉 就是它有混 對 它有點混色 對 它有混色的 好像鏡頭很難拍出來 就是它是有做那種細節 它是有裡面有混別的顏色 它好像每個顏色都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混 混色 就看起來不會那麼的特別 阿甘要Cue我們 是很特別的 真心 金甘寶貝是混 什麼 混藍粉 混藍粉 在罵人 好啦 好啦 我們可以結束了 那是不是要跟大家講 明天 明天的事情 明天我們 會有午餐限定 對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午餐限定 是幾點呢 中午12點 中午12點 那我們明天是什麼餐點 咖啡廳 明天是咖啡廳是不是 咖啡廳也是吃一大命麵喔 就沒有什麼特殊的 沒有沒有 明天是特別的 那你有準備好的我們的餐點了嗎 餐點明天會送來 因為Ruby都會準備 很用心的幫我們準備 午餐限定的餐具阿 還有那個餐點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很漂亮 就是Ruby補職 我們本來又想說要去外面 可是後來外面咖啡廳阿 午餐限定阿 原本要 還是我們去慈喪便當 好累 下一次 下一次好不好 慈喪便當你可以接送嗎 我可以阿 可是這樣嘴巴好像會油 雞腿飯滿好吃的 昨天小楊有說 我們要不要吃髒髒包直播 可是那好像衣服就會髒掉 髒髒包很好 因為最近很流行 髒髒包你們有吃到髒髒包嗎 我好想吃 買不到 買不到 一定買不到阿 因為很多阿 你知道髒髒包嗎 可是我那天經過市政府有看到欸 阿你怎麼沒買 我不敢阿 我想說怕吃得太髒 怎麼買 你買了阿 就是 髒髒包就是 還是我們下班去看 我們明天 如果有的話我們明天就吃髒髒包 因為我後來覺得好像蠻好笑的 你真的要吃嗎 我吃阿 我吃阿 好 吃上麵當就是因為 我們很生活感嘛 很日常 就是 每天都愛吃 其實我們中午都愛吃麵當 其實我們中午都愛吃麵當 因為你們最常去7分阿 可是我今天才吃7分 欸我今天沒有吃7分 你今天沒吃 昨天吃 對今天是烤魚吃7分 有人吃到髒髒包 然後奕婷說髒髒包超好吃的 真的喔 我就是很想要 很夯 有人說很夯欸 你去買 你今天下班的時候看看有沒有 好 因為我們都看不到 就是買不到髒髒包 我剛剛看到有人說想要看乾燥盒 我就跑去拿過來 是這一款 就是我跟小楊身上穿的是同一件 這個 然後這個是物質 這個是物質 對 那佩奇身上的那個紙 你要配一套也可以 一模全身一模 搭個白球鞋也可以 然後這個是 剛剛有一個人說想要看乾燥粉 是誰 是乾燥粉嗎 是有這個乾燥粉 好像剛剛有人說 陳馨 他是想要看乾燥粉 這個是乾燥粉喔 這個是物質 物質 不要選錯 乾燥粉就有點玫瑰粉 對 玫瑰粉的感覺 有人說期待髒髒包欸 怎麼辦 還是有人在那邊髒包 髒髒包喔 你願意嗎 你可以嗎 我可以示範怎麼吃的最不髒 喔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長口 他吃東西超酷的 他不會沾到 怎麼可能 真的 不會沾到口紅 不行 只是髒髒包不可能 只能勉強 你叫不髒 髒髒包不行 除非你戴那個牙套 然後就把它脫下來 就不會髒 喔你說 房哥 對 好啦 也有人說此上便當可以 我想到我們有幾個景點 好 就7-7-7 好 因為我們平常會吃 7-7 就是最日常的 所以明天 中午12點的時候 大家可以 就記得來 來看我們吃 有嗎有要吃呢 希望你買不到 他下班要去看啊 我看 如果他說如果他看到的話 我就買 好 他現在用一個 希望你不要買到 對 他在瞪你 因為我看到他眼神沒講話 沒有 你確定小羊可以嗎 我剛剛說我可以啊 對啊 他吃了會變 這會變搞笑不是嗎 這會這邊都黑掉 對啊 那蠻好笑的 我是說怕 看誰先笑 誰就先丟錢出來 然後不能笑 還要配話 因為我上次看到 不知道是Romeyman 還是哪一個 哪一個節目 他就說沒有海苔 海苔 然後你們就要對看 然後不能笑 那好像蠻好笑 或者我們生久的時候 還是我們直播完之後 然後玩一場遊戲給大家看 好像說想要抽髒髒包 抽髒髒包 那我們要 知道怎麼那個啊 不行啊 太難送了 送過去就壞掉了 可能要宅配 可是如果到這裡 他你如果比較遠一點 可能沒有辦法 你吃到如果肚子痛 那我們 算我們很衰 不行啊 不行不行 不行 因為食物不能 對啊 市政府那間有 那一個怎麼那麼貴啊 有這麼貴嗎 有這麼貴嗎 因為他好像蠻大的吧 這麼大 因為我記得他有用盒子裝 100到130 那你不要買太多好了 好 那你貴 然後你用抽籤的 看誰吃 好 好 這好不錯 抽到那個人就先來介紹 先吃髒髒包吃 然後 吃髒包介紹 要介紹完才能吃吧 不然衣服會長掉 沒有 她說佩克意思說就是吃個介紹 就是先吃完然後 嘴巴髒的去介紹 那很髒 先看誰先抽到 誰就先吃 那其實他們都不想 大家會不想啊 那很覺得我們在鬧 剛剛有人說吃髒髒包 穿仙女裝吃髒髒包 他們是不是想看這種髒髒 那可以放在 這樣我們就是變 穿綜藝節目 我們 我們可以 但是建議大家不要 因為衣服就會搞掉 對啊對啊 要小心 對啊 好那明天見囉 拜拜 拜拜